在上一讲中 我们学习了消费者意愿支付的概念 并且观察到了不同的消费者之间 对于同一种商品 其意愿支付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本节中 我们将看到 这种消费者意愿支付的差异与分布 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 理解需求曲线这样一个概念的 现在请同学们回忆一下这张图 它反映了一个本科生班级中 不同的同学对于冰酒的意愿支付的差异 在图中 横轴是学号 学号由低到高进行排列 纵轴是以人民币计价的 每个同学的意愿支付 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 看同样的数据 在横轴上 我们不再按照学号进行排列 而是按照同学们的意愿支付 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高的在前面 低的在后面 因此便得到了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有规律的图像 这样一个图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情景 比如说把这个班的同学看成是一个市场 每一个同学是一个消费者 现在呢 市场中来了一个卖冰酒的卖家 我们考虑这个卖家对冰酒的定价是如何影响这个市场里冰酒的销量呢 首先我们思考一下当卖家的冰酒定价为200块钱的时候 在这个班里能卖出多少瓶 很显然 答案应该是零 因为在价格为200块钱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同学的意愿支付高于这个定价 因此购买量为零 接下来我们考虑如果定价降低一点为180元 能卖出多少瓶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班里 医院支付高于180元的只有两名同学 最高的医院支付为187元 而第二高的医院支付为182元 其他同学的医院支付均低于180元 因此定价为180元的时候 在这个班里只能卖出两瓶 再举一个例子 定价为140元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数一下 在这个班里 有23名的同学的医院支付价格 均高于140元 因此在定价为140元的时候 在这个班里能卖出23瓶酒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 如果将柱状图的顶点连成一条曲线 那么给定任意产品的定价 价格水平线与这条曲线的焦点的横轴坐标 就是在该价格水平下 产品能够在这个市场中所卖出的数量 也计消费者的需求量 像这样一条刻画消费者购买数量 如何随产品价格变化而变化的曲线 经济学中称之为需求曲线 关于产品的需求曲线 有下面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随着定价的不断下降 产品价格会低于更多消费者的医院支付 产品的需求量就会上升 这种产品定价与产品需求量之间的负向关系 称之为需求定律 在图像中这体现为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 第二 在实际的分析中 我们会将曲线拟合成一条直线 以便于直观的分析以及数量的计算 图中的曲线就是这样一条拟合的直线 拟合这条直线需要用到计量经济学中的方法 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赘述 总体的原则是 是这条线所预测的在各个价格下的消费者的需求量 与实际产生的需求量之间的误差尽量的减少 在今后的分析中 我们基本上都会用这样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来表示需求曲线 用直线来表示需求曲线的一个好处是 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能够用一个很简洁的方程加以概括 即Q等于A减去B乘以P 这样一个描述产品需求量是如何随价格变化而变化的方程 称为需求函数 在这个线性方程中 A和B是两个参数 A和B均大于零 参数B前面的负号反映的是需求定律 即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负相关系 讲到这里 有很多同学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既然需求量是随着价格变化而变化的 那么价格就应该是自变量 而需求量是因变量 按照数学中的图像表示规则 应该把自变量即价格放在横轴上 而因变量即需求量放在纵轴上 那为什么在经济学中 画需求函数时 偏偏把这两者倒过来 把价格放在纵轴上 而需求量放在横轴上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 讲经济学原理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很多教科书上都简单的说 这是沿袭供需模型的先驱者 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马歇尔的做法 但大多数教科书没有提及的是 马歇尔本人为什么一开始会这样做 实际上从我们给大家讲的 冰酒的例子可以看出 在需求曲线中 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与医院支付价格的分布息息相关 在这样一个通过将消费者 医院支付价格排序 来生成需求曲线的框架下 将产品价格或者消费者的心理价位 放在纵轴上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是有一定理论分析依据的做法 在今后学习供给曲线时 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关系 这种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构造方式 恰恰来自马歇尔的原创思想 就这一点 我们这门课的参考书的作者曼坤 在他的博客上进行了特别的说明 因此将价格放在纵轴上 需求量放在横轴上的做法 并不是经济学界一个无可奈何的路径依赖 而是有一定理论分析依据的做法 如果将需求函数进行横等变换 将价格写为需求量的函数 这样的函数称为反需求函数 用同样两个AB参数 就可以表示为 P等于B分之A减去B分之1乘以Q 在市场交易中 需求曲线与函数 是商家需要掌握的重要信息之一 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 还是考虑冰酒的例子 并且考虑我们前面讨论的 本科生班级作为目标市场 请大家思考一下 商家在这样一个市场中 应该如何定价 才能够使得自己冰酒的销售额最大化 我们都知道 销售额的计算公式为价格乘以需求量 显然由于需求定律的存在 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此销彼长的关系 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假设商家知道图中所示的需求函数 请大家思考一下 商家的定价为多少时 它在这个市场中的销售额会达到最大 这里我们总结了这节课所涉及的重要概念 主要包括需求曲线 需求定律 需求函数 反需求函数 在下一讲中 我们会进一步探讨 一个市场中的需求曲线 会如何受到消费者所面临的环境变量 以及相关的政策因素的影响 这是我们今后进行市场均衡分析的重要基础 好的 我们下一期课再见